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因为是战争的原因 还有毒品 好多孩子都是受到很大的打击 小小都嫁人了 没有希望 没有未来 怎么说呢 没有前头 我16年开始我做成这个照顾过儿 步一步地建的 一下子也没钱建 这些是我们去跟别人要回来 别人不要的那种 别人换铁皮拿回来 能建的就是先住下来 我们缅甸的帽呢 就是必须要擦那个老棉粉 所以呢出门之前都必须要擦 大一点的他们就帮擦那个小的 就这样大的照顾小的 他们说好多次都是吃不饱饭 一天只能吃一次 两次 现在到我这里来的时候 他们吃到三顿饭 一天三顿饭 小孩们想吃糖 淋湿 别人吃了淋湿 自己也想吃 有时候一个人五毛钱的糖都没吃着 小小的就去偷 我想到别人吃零食的时候 别人吃糖的时候 他们肯定他们很想吃 所以我就在淘宝里买了那些饼干啊 胡蓉糕啊 水果糖啊 每天早上我就一人一包 就这样发给他们 别人吃糖的时候 你们也吃这个 现在我们在编辑 不会中文的话 做什么都不好做 比如说买快餐都不会中文的话 不好卖哦 所以必须要学会中文是最好的 所以我是我自己也学 然后也边教他们 以后他们长大以后 对他们有帮助 他们自己说我们到这里太好了 我们的生命改变得好大好大 让我永远去做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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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永远去感谢 感谢绝与 我拜托了我一样会相信 我让他们现在想读多少书 尽量地让他们读 然后他们不想读了 他们喜欢愿意做什么 比如说愿意学修车吗 还是愿意做生意吗 可能他们以后长大 他们不读书了 他们就可能会学那种 那时候我还是要付给他们学费 帮他们学费让他们去学 然后他们以后学会了 就自己开店自己就业吧 这些当中也许会有 很多很多社会有用的人 就算了 我会想到你去学费 你也许会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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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许会有什么